這個很有設計感的泡泡裙款 這個是很特別的款式來的 因為泡泡裙如果拿捏得不好 是很容易出事的 這個它出鏡率也是很高的 因為它那個款式夠特別 我很喜歡配T 因為配T你上身比較簡約的時候 下身都可以配得比較特別一點 有個性一點的造型 這些是很適合的 這個也是拿捏得很好 就是我很欣賞它的設計 就是它的線條 這個是全橡筋腰的一個三尺寸 是一個斜切的ruffle 斜切的ruffle 你看到它打閘得相當密的 上下 中間那層也是打得很細密的打閘設計 去到裙腳的位置 就做一個好像褲腳口的細節 去到旁邊位置 就有一個釘扭 這個是真扭 剛才我一直都強調這個是拋拋裙縫 它是這樣拋進去的 拋出來收回裙腳收回裙腳的線條 這個是兩個顏色 我穿的是深藍色 這個是瓦身的均綠色 帶一點啡色彩色的顏色 它那個橡筋就是這樣的 FREE SIZE 大聲度相當之 延伸到相當之充裕 而且你會看到它的腰圍位置 它的拼色是撞出來的效果 如果你喜歡鬆一點細節 你可以這樣 如果不喜歡的話 可以蓋住它也沒問題 這個是一個 闊身的粗橡筋設計 還有袋子 還有袋子的細節 兩邊都有 我現在就搭配了兩種不同的鞋 我自己偏向我個人 就喜歡搭配顏色這一款 這個型格一點 隨意一點 但是因為這個裙子 它的設計師 主軸是出斯文的單品 它是喜歡出上班衣服的 但是它是充滿設計感的上班衣服 上班衣服不一定要穿沉滿的衣服 他們的上班衣服也是很有設計感 比較女士一點 所以其實搭配一些紳士鞋類都OK 這個呢 它是有一點風褲料的質地 帶微微光面的 微微光面的效果 它保持這個型 保持得很漂亮 而且我是欣賞它 那個Pong的型 是看得很舒服 因為我也試過入一些Pong Pong 是錯過了 是差一點 但是這個裙型 我覺得都保持得很漂亮 而且Pong得來是適合夏天 有些裙型 或者有些cutting 的確在資神上 你會再考量多一點 因為你冬天 始終會穿得Layer比較多 而且衣服比較厚 你去到層次上 你可以接納到 比較Pong的一個狀態 但是這個 你平常看到 薄的質地 是一個夏天 即是春夏裝來的 所以它那個 泡泡度 我就覺得是欺負到好處 不算Over 就算我現在這樣 襯T的狀態 你都會看到 你看到這些位置 不會太Over 它的確是Pong 你不可以無視它Pong的狀態 的確是Pong 但是它Pong的線條感 收到裙腳的位置 去到剛剛好的狀態 不會太Heavy 對 不會太Heavy 對 正面望 側面望 你都會覺得 它的位置是剛剛好 對 所以 在我配襯的時候 不是只配到T-cut 有些細節的托款 其實都配襯到 那當然 剛才一直說的 這間設計師 這個設計師 是主軸出上班的Style 對 真的斯文一點 一會兒我會再配襯 另外一個風格 給大家看看